打架囉 打架囉 殺豬刀有沒有 就這樣剁那個 南部又叫黃帝魚 有沒有 它的嘴巴就是 胖條 嘴巴有點這樣 漁場字典 這是什麼魚 在海裡面會站的魚喔 我現在都要挑棒 太年輕了 是它嗎 清蒸不能算是最清淡的方式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乖 現在是颱風的前夕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這個風 真的是非常的大 那颱風天要幹嘛 當然就是講魚喔 給你們看一下 今天早上第一手捕魚的畫面 是不是非常的晃 但是今天漁獲很多 而且大家有沒有看到 今天有一個教課 就是海龜 那大家不要擔心 海龜會受傷 定制漁場裡面 如果補到海龜呢 我跟你講 老闆就要哭了 因為海龜是來吃自助餐 吃到飽的好不好 all you can eat OK 而且吃飽之後呢 把它抓上來 還要把它安全的 運到 離網子比較遠的地方 再把它放下去 那海龜呢 完完全全 不會受到漁網的 隔啊 蟬啊 什麼之類都不會 它就是由進來吃飯的 今天是9月30 距離10月呢 只剩下一天 10月份還會遇到颱風 真的是蠻離奇的 而且據說這一次的颱風呢 其實真的是非常大 如果我在這邊再加一個麥 大家有沒有覺得 現在很像是那種記者啊 還封天還跑去海邊做現場直播的 我也覺得蠻像的 但是呢 我們今天沒有要到海邊去觀浪 我們今天是來搶魚 那隨著氣候變遷的影響 現在的天氣真的是非常的奇怪 那在這種奇怪的天氣之下 欸 有沒有可能會出現奇奇怪怪的魚 我們等一下就去看一下好不好 OK GO 那個 那是那個怪怪叫我不要說 那氣體七上八下 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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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辦 什麼東西 白昌超大 好的 今天有非常非常多的漁獲 大家感覺都是為了大白昌 還有中白昌而來 那我們趕快去拿籃子 那因為我今天到的時候 還要忘記卡位啦 所以我現在還是沒有位子 所以我們今天也是佛式經營 但是我們可以看一下 大家都買了什麼 今天白昌超多的啊 Cam 打開 你的籃子呢 打架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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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為白昌打架囉 太折了 打架囉 打架囉 看戲 旁邊看戲 台風天來 今天老闆大豐收 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白昌 那很多漁犯跟觀眾 都是慕白昌之名而來 四聰 對對對 找不到四聰咧 那可能今天就沒有囉 嗨 哈囉 是牠嗎 得罵我了 是牠嗎 得罵了 是牠嗎 是牠嗎 是嗎 是嗎 好了 那我們彌補了上兩集 我們認錯魚的遺憾 我們今天找到了綠魚 綠魚 就長這樣子啦 你看豚鳩怎麼張張張張張張 長到後面這裡 你看牠是一排的 有點像扇子這樣子的 有一些是一根有沒有 牠直接這樣子一排 牠肚子真的超級無敵扁的喔 來 我們來考一下大家 請問 A 是鯉魚 B 是鯉魚 到底誰是鯉魚呢 什麼 是B嗎 我今天看到很多人拿B喔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影片的原因 所以大家都很想要買海蓮回去吃吃看 但是我們上一次說的是 鯉魚 大家看牠們是不是很相像呢 那我發現你看鯉魚牠的這邊呢 全部都是透明的 透明的有沒有 然後牠的嘴巴開好開喔 然後牠的嘴巴有點這樣 我剛剛呢 我很緊張 因為我前面呢有一個大哥 牠籃子裡面有這個 然後牠手又想要抓這個 然後我就在後面很緊張 想說 可以抓嗎 不會抓 然後牠就這樣喔 牠就這樣子翻了一下之後 然後就把牠放掉了 然後我就 欸 各位 這邊又有一隻 這邊又有一隻 為什麼這麼大隻的魚 在大家掃過一輪之後 還是沒有認要還是留在盤上呢 因為牠刺超級多的啦 所以根本就沒有人要搶牠 再加上大家其實呢 不太認識牠 那我上兩集呢 就是以為牠很少 想說怎麼會沒有 然後我就認錯魚了 那船長是說呢 然後天氣比較冷的時候呢 就會有越來越多喔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嘗試看看鯉魚的話呢 之後就會有更多的機會啦 大家看這隻魚燙燙好黏喔 牠是不是有毒啊 你看牠下面有兩根這個 喔 好吃得起喔 然後牠會站起來喔 先拍個照 然後你看這個 我每一次見到牠呢 我每一次見到牠呢 牠都這麼小 我不確定牠是不是就是這麼小 那我也不知道牠是什麼 牠長得綠綠的 不知道是不是都是吃海藻的 我們等一下去烤老闆 我看到牠了 我看過你 我先來挑一下魚 就是都被挑光了 困難等級很高 我雖然有找到一些奇奇怪怪的魚 可是我都不認識 這個時候要怎麼辦呢 如果老闆很忙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來找 魚場字典 我來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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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有請我們的魚場字典來跟我們解釋 這是什麼魚 雙級三級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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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牠為什麼那麼黏啊 牠斷了一隻腳 那這一隻腳可以立起來 喔 這樣子立起來 牠那麼黏是因為牠有毒嗎 牠沒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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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牠可以再長到很大嗎 應該可以長到大四五倍沒有問題 喔真的喔 所以我今天算是抓到很小的牠 最近都有抓到 最近都有 但是都這麼小 對 你看牠的下面這兩根刺 是不是代表牠會站立在海裡面 對 所以牠是在海裡面會站的魚喔 然後我想問一下 那這個呢 這個呢 柴魚 柴魚 小柴魚 你有吃過嗎 沒有 沒有喔 也沒有吃過 那牠是不是就是珊瑚礁魚類 差不多 那就大概這麼大嗎 差不多 對 所以柴魚呢 大家如果看到這麼小吃的魚 先不要急著罵 因為牠大概就是這麼大了 這個呢 這個呢 豆娘魚 喔我有聽過 所以這個是煮那個印錫亞 喔類似 所以牠跟淡水魚長得有點像 對對對 那你有吃過嗎 那一種很像 你有吃過嗎 那我沒有吃過 也沒有吃過 我們的魚長百科都只買白腸 哈哈哈哈 OK 那你今天有想要買什麼嗎 今天 小白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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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魚長字典 魚長百科呢 每次來都是挑白腸 雖然說牠會知道說 喔這個是島牛啊 牠會知道這個是 什麼什麼什麼豚 但是牠每次都是買白腸 很漂亮 這個什麼東西 東海胡溫 我們叫牠北縮魚 牠看起來好像淡水魚 所以牠是不是刺很多 肉比較軟爛 肉比較軟爛 刺超多 長得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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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金金的 這個哪裡是本 你要看牠的頭的話 像不像穿這種水鑽的晚禮服 這個大哥太強了吧 牠的籃子裡面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北巴拉 全部都是我想要的 你要不要 那給我一隻好了 一隻 一隻 兩隻 兩隻也可以 哈哈 牠現在給我兩隻 謝謝大哥 謝謝大哥 那我要把它放回去 要刺我的魚 這危險耶 海裡的暗器 然後現在冬天呢 我非常喜歡吃的日常魚 就是白口 白口 所以我今天會挑一點白口 然後這兩隻呢 我覺得我可以回去吃吃看 大哥剛剛跟我們介紹了 客家化的白口怎麼說 胖條 胖條 胖就是空心的意思 我念的標不標準 胖 胖 胖子的胖 胖條 條 條 頭是頭 胖條 對嘛標準嘛 對對 胖條 胖條好吃 人漂亮講什麼都是對的 你教我胖條好吃怎麼講 如果不漂亮講什麼都不對 不說空耶 我這裁判最公平的 我當70年裁判都被讚美 什麼裁判 什麼的裁判 我什麼裁判都做 哪一種運動類型的嗎 都有都有 哪類都是講啊 好 那我們台語的白口呢 我們叫怕陶啊 對 剛剛大哥有跟我們介紹 叫胖條 胖條 胖條 跟英語的那個L的音一樣 胖條 謝謝 這個是前陣子的常客 然後據說也是漁村的人 非常喜歡吃的 他叫 然後他的嘴巴就是會這樣 這個嘴巴啊 有沒有他的嘴巴就是 聽說他煮湯也是非常的好吃 其實我沒有吃過 所以我想說今天也把他帶回家吃吃看 我們在等待鯊魚的期間 因為漁工們 他們會陸陸續續把魚分類 所以我就在籃子裡面挑到 他們分類出來的魚 這個是我很喜歡的蛇踏魚 它在我們南部又叫黃帝魚 然後會用炸的方式 把它炸得酥酥脆脆的 這個我個人是覺得 如果是會吃的人 應該會超喜歡 因為他有另外一個名稱 你可以叫他比目魚 那大家有吃過比目魚整隻用炸的嗎 應該是超奢侈的吧 但是這個呢 就可以算是一個平價的比目魚 這樣 然後這個呢 我一直之間忘記他叫什麼魚了 所以請求支援 那請提供我他的俗名 還有他的正式中文名 謝謝大家 我剛剛又看到了 他們在整理的時候 突然要出現了這個 那這個呢 在東部 如果是季節到的時候 他會突然非常大量的出現 然後他一網呢 就全部都是這個 這個叫 裴德皮刀 是不是聽起來很像是皮帶 那他其實叫皮刀 那大家有沒有覺得他很像 這是菜市場 有一個那個殺豬刀有沒有 就這樣子剁那個豬肉的 很像對不對 所以他的名字呢 就有一個刀字 那這個裴德呢 小時候我們很常吃 因為白昌真的太貴了 可是白昌米粉很好吃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用裴德來代替 那這個呢 就是非常平民的平民魚種 那他煮貝的米粉呢 我覺得也算是 魚村人的小時候的回憶喔 這個腳架還可以收起來 乖乖 乖乖啊 乖乖 乖乖跟白昌米粉 這是白昌米粉 小的 小的叫白昌米粉 大一點 三公斤以上的就是乖乖 喔 了解 其實品種不一樣 品種不一樣 對 到底是分品種還是分大小 品種 品種不一樣 市面上看說 乖乖就是白昌米粉 不是 其實不是 不一樣 他品種不一樣 那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叫 乖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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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大家猜猜看我們今天的魚貨 總共多少錢呢 來 345 我有聽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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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辦法 在這裡 OK 鯊魚了 我覺得我今天時間呢 有一點拖到了 因為我晚點呢 還有事 大家看今天人非常多 大家都買非常多 所以鯊魚呢 可能要排一點時間 可以看到 因為現在排隊的人非常多 那在這種比較天氣熱的時候呢 我就會 準備一個塑膠袋裝冰塊 把它放上去 然後這樣子 好難得喔 OK 那為什麼要再多加一個袋子 而不是直接用冰塊 把它鋪上去呢 因為我們這邊買的是 第一手的海水魚 海水盡量不要去碰到淡水 這樣才不會流失它的鮮度 對 就是因為那個滲透壓的問題 如果海水碰到淡水的時候呢 它的甜味就會散失 然後它魚體的就會濕色 顏色就會很快淡掉 海水裡面的一些細菌呢 碰到淡水 雖然有殺菌的作用 但同時它也會非常快的腐敗 但當然如果你想要直接鋪呢 也是沒有關係 喔 回來了 超累 今天好累喔 因為魚場風真的太大 你知道颱風要來了 我一下車的時候 我就有一種 也被吹走的感覺 真的風太大了 今天去到魚場呢 也很值得 因為就可以跟大家一起交流 那遇到很多我的觀眾 然後大家都很開心 就覺得說 嗯 是一個很棒的體驗 那今天我帶回家的 這兩隻奇奇怪怪的魚呢 真的很奇怪喔 就是它的那個奇怪 並不是讓你覺得說 喔 我知道這個 我知道這個 我雖然沒吃過 但是我知道這個 什麼石狗公啊 或什麼獅子魚啊 就是大家大概有耳聞說 雖然很奇怪 但是好像很好吃 但我們今天的奇奇怪怪是怎樣 你知道嗎 沒有人會吃 我們今天的奇怪是沒有人會吃 但是我還是覺得說 秉持一個美食家的精神 我覺得我還是要試試看 然後吃完之後呢 我就當嗜毒 我剛剛已經先查過了 他們兩個之類都是沒有毒的 一隻呢 就是這個 這個叫 倒牛仔 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覺得它有點眼熟 然後當我聽到卡爾仁說 它叫倒牛仔的時候 我就瞬間就是 但是 我就在沒吃過它 但是你看 我還是會有先入為主的觀念 就是如果聽得懂台語的人 應該就知道 倒牛仔這個名詞呢 聽起來就不是一個 對 就是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耶 大家就是對它這個名字 就是會有一些既定印象 但講真的我就是沒吃過這樣 OK 那我們第二隻魚呢 就是這一隻 它叫柴魚 柴魚呢 不是柴魚片的柴魚 柴魚是真的叫柴魚 柴魚片呢 不是用柴魚做的 柴魚是 柴魚呢也有另外一個名字 就是當我回家 Google了一下 發現 不妙 我覺得不妙 你知道它們另外一個名字 叫什麼嗎 叫 細刺魚 Oh my God 聽起來是不是超級不妙的 我的天哪 這麼小隻呢 然後 如果很多細刺的話 我不知道 邊吃邊這樣 很難吃的 很難去吃它的感覺 但是呢 因為我也沒吃過 所以我想說 沒關係我還是吃吃看 如果不好吃的話 我就跟大家講說可以不用買 那這一隻柴魚 它除了叫細刺魚以外呢 它還有很漂亮的名字 叫條文蝶 這個名字聽起來就覺得很適合養在水足缸 那沒有錯的確 它在水足缸的時候呢 長這樣 是不是很漂亮 家裡有海水足缸的人呢 養一隻在家裡面 真的是 極盡奢華 我覺得養這一種奇奇怪怪的熱帶魚呢 比養紅龍啊那一種 還要讓人家感到羨慕 因為紅龍它就是一個厚道 然後你去看它的時候呢 就沒有什麼歡樂的氛圍 沒有什麼開心的氛圍 就只有養的人自己在那邊爽這樣 但是如果是我到人家家裡面做客 然後他家有一個好漂亮的海水缸 然後裡面有珊瑚啊海葵啊 然後這種各式各樣的珊瑚焦魚 我就這樣 啊你們家的水足缸好漂亮好羨慕 大概就是這種氛圍 好然後我們今天的重點呢 當然雖然它漂亮之餘 我們還是要吃它 然後它呢 真的找不到資料耶 真的找不到 除了維基百科跟這個台灣漁業署的資料以外呢 真的找不到耶 而且真的沒有人吃過耶 是不是大家都對它有什麼偏見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人吃過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就稱你為美食家這樣 然後另外這個島牛仔呢 其實我一開始的時候也很猶豫 要不要買它 但我還是覺得說吃吃看吃吃看 我一直跟自己喜鬧說 就是我是美食家 我是美食家 我要吃吃看 因為它這個是非常新鮮的嘛 所以這麼新鮮的情況之下 到底好不好吃等等吃下去就見真章 那我對於這個島牛仔的第一印象呢 我會覺得它有一點像烏波魚 我在網路上面查的資料是說 它最大可以大到22公分 那我的手 因為我的手特別大 我的手比一般人還要大 我的手這樣子大概就是17公分 這樣子對比起來呢 22公分欸超大 但大概就是超市那個烏波魚的size有沒有 超市烏波魚大概就是這個size 然後我查了一下它的就是青漆啊什麼之類 發現它是雀雕類的魚喔 可是我對雀雕的印象很好欸 那為什麼我聽到島牛仔的名字 會覺得有一種排斥感呢 就是可能真的是要吃過才會知道 好那今天這兩隻呢 我決定煮它們的方式是用烤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其實我平常吃魚還蠻常用烤的 因為我覺得用烤的呢 你就是魚放上去嘛 阿火開下去嘛 阿然後鹽灑上去嘛 就沒囉 但如果是用煎的話 是不是還要下油 那如果是用蒸的話 是不是還要有那個蔥薑蒜油再淋上去 醬油再淋上去 所以其實我覺得清蒸照理來講 不能算是最清淡的方式 清蒸照理來講不能算是吃它的原味 鹽烤才是吃它的原味 那既然我對這兩隻魚這麼的有偏見 我覺得我們就是直接挑戰它的原味 所以我就是用烤的 然後來試試看 美食講究色香味俱全 色顏色挺漂亮的味還不知道 香我就聞聞看 我覺得這個有一個烤蝦的味道 還不錯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這個 好我們先不要有先入為主的關鍵 色香味 我覺得香呢 現在目前是柴雨勝過導牛仔 那我們來試試看味如何 那我們先試看看就是 我對它比較有點偏見的導牛仔 OK 其實我剛剛在烤的時候呢 它的表面有啤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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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種氣泡感 那通常我看到這種氣泡感呢 我第一時間會覺得說 欸這隻魚不錯喔 代表這一隻魚有油脂 所以在烤的時候呢 它身體自帶油脂 就自己會烤起來 就會有那種水泡的感覺 那這一隻柴魚呢 完全沒有任何的氣泡 讓我突然有一個預感 是不是它叫柴魚是因為它很柴 那我自己很喜歡 東北角那邊那一種紅色的雀雕 他們的肉質有點相像 都是偏透明 通常肉質偏透明的魚呢 就是它的油脂含量比較高 再加上它的纖維比較細 然後整體吃起來呢 是偏嫩 所以大家如果有吃過 很好吃的很頂級的澎湖吐托 就是這種感覺 你知道不是一般的澎湖吐托喔 是油到爆 油到那種肉質煎下去 很像是透明感的那一種 頂級的澎湖吐托呢 就是那一種感覺 我們現在廢話不多說 先吃吃看好了 就這樣 很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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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完全全就是雀雕的口感 很細 完完全全就是雀雕的口感 肉質非常之細嫩 綿滑 非常綿滑 我知道為什麼我對它有一個 難以陳述的感覺 它的味道很像 Oget Oget 是我小時候 我阿公專門釣的魚 我阿公我嚴重懷疑 它只會釣Oget 然後小時候我們都不知道Oget 是什麼魚 我就覺得Oget 跟烏龜 長得很像 所以小時候我們家都只有Oget 可以吃 因為我們就是吃阿公釣的魚 然後Oget吃到鮮 吃到太辣 吃到沒人想要吃 然後 所以我們家小時候呢 都認不得Oget是什麼魚 是一直到我在民發的時候 看到有人買Oget 然後我看到它結帳的那個金額 我嚇到了耶 破千破千 我想說Oget那麼貴的嗎 所以我吃米不吃米架 是這樣子嗎 但是因為我小時候 從小到大已經吃Oget吃習慣了 導致我已經不知道它到底怎樣叫好吃 怎樣叫不好吃 反正這個就是我最熟悉的魚的味道 那我覺得這一隻島牛啊 這樣子烤起來呢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它在比較遠的海邊 所以其實同樣一種魚呢 沿岸釣的跟定制魚網在比較外海 它算近海 但是是沿岸出去 你懂我 你懂我說的意思 就是比較外面那邊釣起的 捕獲到的 味道就是不一樣 像上次我不是拍那個鯉魚嗎 結果被人家說那個是海蓮 對不對 就是我認錯了啦 但是那個海蓮 我邊吃是不是我是跟你們講說 其實我覺得它味道不差 因為它有一個鮮甜味 只是它肉質真的很爛 那有人就很多人留言會說 就是這種魚呢 生存能力非常強 它都會生存在那種什麼臭水溝啊 什麼污染啊 怎樣怎樣怎樣之類的 所以這種魚呢不要吃 可是我買的那個環境的海水浴場呢 是很乾淨的環境 所以我吃起來我覺得有鮮美的味道 欸說不定這個島尼亞雖然就是大家都會覺得說 它就是名字不怎麼響亮 然後大家聽到它就會覺得 但是我這樣子吃起來 我老實講 它味道真的是挺好 它肉質細嫩 皮呢又帶有一點Q感 然後味道 跟Ogge非常的像 然後你知道這隻多少錢嗎 老闆送的 對 我覺得呢 還蠻值得大家試試看 你看它上面這邊就只有一排刺嘛 所以直接把這個一排刺這樣子拉掉 你看它這個是不是也很像Ogge的那一種鯛魚 就是刺很大 然後很粗很硬 所以你就不會去給到 然後就直接這樣 它改名啦 它不要叫島尼亞 市場棉花魚場的這一個島尼亞呢 很好吃欸 嗯 免費的喔 剛剛我突然想到啊 就是這個島尼亞它是不是 生前就是身體都綠綠的 然後煮完其實你也可以看到它身體綠綠的 就很綠 你看到它第一眼就想說這魚怎麼了 你還好嗎 有事嗎 但是綠呢 我又想到 又有另外一種可能性 如果你是喜歡吃 魚是有那種棗香的 那我覺得你就會喜歡這種魚 那什麼樣昂貴的魚會有棗香 黑毛 如果你不知道 什麼叫做有棗香的魚 你就找它 它的棗味非常明顯喔 好的我們現在來試試看柴魚 其實我現在呢 反而比較擔心的是柴魚 因為它又叫做細刺魚 目前看起來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多的細刺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名字 怎麼來的 這是什麼味道 再多吃幾口 因為它的這個背棋的這些刺啊也是比較偏大的 所以比較不會有gay點的問題 我本來是很擔心我被它gay點 我覺得它的味道偏乾淨 然後它也沒有細刺啊 為什麼你們要這樣子污名化它 它沒有細刺啊 至少目前背呢還沒有細刺 它有什麼味道 我快想起來了 花枝軟絲的背肉切成一條一條的下去用燙火烤起來 吃下去的那種甜感 就是它 oh my god 欸其實都很不錯欸 我原本以為今天這奇奇怪怪的魚會不會雷到 但是並沒有欸 而且我覺得天啊 老天爺對我也太好了吧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我覺得這兩隻呢 就是小隻歸小隻 但是呢吃起來都蠻不錯的 為什麼名發魚場這邊會有這麼多的小魚 為什麼這些魚呢會這麼小 其實上一隻影片呢已經有做一個大致上詳細的介紹 所以大家如果來到名發魚場呢 你不要擔心說就是啊你怕是不是破壞環境啊 那我們就盡量不要買小魚 沒有 我們選擇到定製魚場買魚已經是盡了環保的責任了 已經是盡了愛護懷養的責任了 所以進到定製魚場其實你就是盡量買 你看到什麼你想買你就買你想吃什麼你想嘗試什麼你就買 來到定製魚場買魚呢 你已經盡了這個所謂的愛護海洋的社會責任 尤其很多人你知道是怎樣嗎 從屏東跑來欸從屏東跑來的觀眾 你到下面留個言讓我知道你是哪一位好不好 太扯了吧 屏東我記得我上一次問過最扯的是從高雄 高雄我就已經覺得Oh My God 有個誇張 結果這一位從屏東 屏東欸我真的是在佩服 佩服比什麼台北啊桃園啊都還要佩服你知道嗎 真的是非常謝謝這位觀眾因為看了我的影片 專門從屏東或是其他的人從高雄啊台南啊嘉義啊南投啊跑過來 還有一些呢是花東人 因為花東吃不到西海岸的魚 他們也想要嘗試看看我們西海岸平常都吃什麼魚 真的不一定要買很貴的魚 就是選你向重他 然後你就帶回去好好料理 不管好吃或不好吃你都會記得 你挑的這個魚然後它的味道 那你下次就可以再嘗試別的魚 然後再想這個味道是怎麼樣 你不覺得生活就是多了一點樂趣嗎 所以我覺得拍這個系列呢真的是蠻好玩的 而且我發現呢今天有超多人都在尋找刺蔥 但是我跟你們講為時已晚 為什麼呢因為季節已經過囉 就是中秋前呢刺蔥大量大量的出現 超油超肥超便宜超好吃的 但是中秋節過後呢 目前為止就是比較沒有看到刺蔥的蹤影 所以我們就要尋找下一個 然後你知道今天漁場真的超多爆炸多人 然後當我找不到刺蔥的時候我就很緊張 想說那今天要買什麼 今天要買什麼 有什麼奇奇怪怪的魚 然後我找到這兩隻的時候我臉超臭的 然後攝影師就說拍他們拍他們啊拍他們啊 然後我就這樣 就連我都不想吃你知道 可見大家對於這種奇奇怪怪的魚呢 真的是要跨出那一步去嘗試真的很不容易 因為連我一開始都不太想要買他們 但是沒有想到買回來的結果呢 挺好的挺好的沒有被雷到 好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零星嗨嗨跟著乖乖吃嗨看嗨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